是不是差的很多呢? 就是你只要簡單的加上你的陰影 讓這個照片的陰暗對比明顯的出來之後 你整張照片就會看起來更加的完美更加好看 哈囉!歡迎回到博的視頻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Instagram上面的修圖技巧分享啦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我的陰影的使用 那其實陰影的方面呢 你不管是增加在胸部範圍的陰影 或是你的腹部、腿、手 這些我覺得都是還蠻必要的 好!首先先打開我們的snapseed 好!我們先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這張照片拍的其實還不錯 可是唯獨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帽子遮到我的臉了 所以臉上的陰影就是比較重 身體反而是沒有陰影比較白的 然後胸前完全沒有任何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這時候我們就是要 增加我們胸部的陰影了 就是讓它有明顯的弧度出來 好!我們可以打開我們的工具 好!我們開啟我們的鼻刷 那我們這時候我們可以用曝光 好!我們曝光我們可以先調到-0.3 那為什麼呢?我們要先打一片陰影在我們的身體上面 讓它顏色比較自然 跟我們的臉的顏色位置比較相近 好!你就這樣塗大範圍面接著 好!這時候你有覺得就是 我們臉跟身體的膚色比較一致了嗎? 好!這時候我們回到我們的橡皮擦 那我們橡皮擦的位置要打在哪裡呢? 沒錯!就是打在我們圈圈半圓形的這個位置處 有沒有看到?好!我們就輕輕的點一下 然後右邊也是 有沒有發現這樣呢?就有一個簡單明顯胸口的陰影出來的 這時候我們先打勾 像有的人喜歡這種自然的看一下對比 有的人喜歡自然的那其實這樣就夠了 那如果你想要再強調再明顯一點 那我們就是一樣重複做這個步驟 非常的簡單 好!那我們也是一樣就是也是在胸口一樣打上我們的陰影 好!我們回到我們橡皮擦 橡皮擦有一點黑我們可以給它塗白 然後顏色一樣在這個位置 OK!這樣其實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就是 一開始前跟一開始後的對比 是不是差的很多呢? 就是你只要簡單的加上你的陰影 讓這個照片的陰暗對比明顯的出來之後 你整張照片就會看起來更加的完美更加好看 好!那以上就是我簡單的一些修圖小技巧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按個讚喔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最後請記得不要忘記訂閱我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掰掰!